好 我們今天時間也有一點改 那我們就先坐下來喔 那我簡單的開場 今天我是柯淳如律師 那平常職業的範圍大概就是在家室 然後性別而少相關的 那其實最近其實真的也是正點 我們出入所的越來越多的同志的伴侶 可能來到書會想要討論 比如說官員怎樣保護他的存益的問題等等 所以其實慢慢的也有很多的感受 那今天大家來很開心 有看到是學生的 有不是學生 有老師的 然後有異性戀 然後有同志剛剛也提到 可能有雙性戀相關的 那希望大家我們後面會有比較長的QA時間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你百思樂期間 或是別人講的 你不知道怎麼回都可以提出來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那我簡單的還是幫大家做個簡單的回顧 在去年的5月24號 釋字七四八出來之後 那定了大法官定了兩年之內 這個民法定期失效的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戰場呢 就暫時回到這個議法院這邊 然後現在就紋落為民法派 還是專法派的這個討論 那那時候我身邊就有兩派同的人的感受跟見解 那其中一派是非常的樂觀的 就是說大法官已經已經把這個兩年的劃下 基本上大家就坐等 坐等兩年就可以收割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出現 那以台灣的立法院這個收法的進度來說 我覺得兩年之內是非常困難的 那同時有一派呢會覺得說 真的是不可能的 對於這個爸爸媽媽不見了 爺爺奶奶消失了 大家的焦慮跟憤怒呢 是不可能這麼容易的消滅的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中間一定會有很多的變數存在 或者是尤其所謂的平權派 在這個釋字出來的時候 欸就會鬆懈了 就自己覺得已經贏了 所以反而就會鬆懈 那不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反而會節節百退 那時候我身邊就有出現這兩種 一個是很樂觀的 一個是很悲觀的這樣子的聲音 那大家看到在今年呢 這個年初左右的時候呢 這個反同的公投就出現 同時有推出這個 同志用專法的公投的這個條款 還有姓婷的教育要刪除同志教育 還有是否同意這個婚姻 限定在一男一女結合 那後來呢大家很多人就是非常生氣 覺得忍無可忍的 所以也是會出了三個平權公投的主文 那大家提到我也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自從這個平權公投主文之後 出來了有些比較常見 網路上爭議跟大家的討論 那大概我整理一下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是剛剛有同學提到的 就是這個法律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提出這個公投 到底法律上是允準的嗎 它涉及到底是創制權還是覆決權 那大普官已經釋憲了事情之後 還可以再公投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討論是說 是不是牽涉到人權的事情 是不能公投的 因為人權的事情 是不可以用多數人的同意 這件事情就來推翻的 那這個大家兩邊的公投 是不是有牽涉到這個問題 是兩邊都不能公投呢 還是應該怎樣討論呢 第三個大家會 有些人就質疑了 你要反制可以啊 但你就積極動員 你就投不投一票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再另外推出一個公投呢 這樣真的可以達到反制的效果嗎 那再來 第五個就是大家所謂的第三條 這個名傳公投裡面有的 一蘭一蘭就是 同意定利神聖婚姻專法 我早知道是很多人批評 認為說這樣子只是性虐啊 只是冒犯啊 公投不可以當兒戲 那只會顯示出來這些平權派 都不知道如何正確的使用法律 如何的正確的使用溝投這件事情 那最後一個質疑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標題 異性戀幹嘛聽同志 之前 驗視動物園這邊寫的就是說 別人結婚干我屁事 對啊我細心戀你們同志結婚干我屁事 我幹嘛要支持你們呢 這不就是你們的slogan嗎 有個這些爭議 那我簡單一點也跟大家提出來 不知道會不會打到大家心中一些點 那今天呢我們的時間下時間 趕快交給其他兩個主將者 或許我們大概可以回應 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有講到說 就是關於平權公投 他統整出有四大戰神 所謂的一級戰神 那他上面那四個名字呢 第一個是朱家安 然後一個是苗伯雅 一個是黃毅忠 然後也是艷史基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四大戰神中的兩位 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好那我們就時間交給朱家安 好 感謝宣如幫我們整理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問題其實我都蠻想談的 我也相信台下很多人 對這些問題也都有疑問或是自己的看法 在那之前呢 我想呼應一下今天我們 整個講座的主題 我自己覺得今天來有點像是 每個人帶自己故事來分享 你看今天討論的異性戀為什麼提同志 在座可能有些是異性戀 有些自己不這樣子認為 但是不管你對同志婚姻看法是怎樣 我相信你都有你的經歷跟理由 我們也很擔心這種講座設廠的會變得很乾 所以呢我們就準備一些口袋問題 待會呢這些口袋問題都會打在旁邊的牆上 我希望邀請在座大家跟我們一起想想看 對這個問題 你個人的答案可能講什麼樣子 我跟艷史基會分別提供我們的看法 那同志的要求也邀請大家就可以加入討論 這樣子 OK 準備好了嗎 第一個問題 你現在你在這邊很可能你現在是挺同志婚姻的 但是這個立場大概不是從你一歲就有 所以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你是如果不是打從你開始就有 那什麼機緣 讓你覺得同志婚姻是一個值得支持的政治立場 所以我先回答 好 我是從一開始得支持同志婚姻 我覺得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的家裡家長 就是住母親可能思想比較開放的關係 所以我比較從來都沒有說什麼 兩個男的怎樣的回事 就從來都沒有 然後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可能跟自己平常都閱讀啊 或者說看電視也 那流行文化也蠻有相關的 那有時候小時候看那個《欲望城市》 那《欲望城市》裡面就是 那四個女生的好朋友就是一個男同志 那這個東西就是因為他這個角色 其實後來就變成一個蠻刻板印象的角色 因為其他喜劇會嘲笑就說 有個男同志就會說 你是不是覺得我就是那個女生最好的朋友的那個gay之類 可是就是表示說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其實在美國的流行文化裡面就是算是有一段時間 那我從小的時候受這個影響 就覺得說這個女生沒有什麼問題啊 不會覺得有這種奇怪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方面可能跟蠻多女生有點類似的經驗 就是國中的時候就看了很多個BL 對 然後因為那個應該算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 非常直接的統治的文本 因為小時候看的 就老看的色情的東西 並不是A片或什麼 其實是BL本們 對 然後所以就是從這些開始接觸到 統治然後接觸到內疑題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就是蠻自然的一件事情 也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反對的意思 葉世紀想不起來 他記憶當中的哪一刻是明顯的 反對方是唯一的 那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 你的記憶記憶跟他類似的舉手 所以你往前想 你想到自己生命當中哪一刻是你覺得 同時有點怪 然後同時會不太行的 你從來沒有這種回憶的 從來沒有 打從對議題有意識以來一直都支持的 OK 好 那你 雖然你現在支持 但是你記得過去曾經有段時間 你是不支持的 或者你回想自己過去 你覺得那個時候我應該是不支持的 舉手 OK 舉手的人不要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跟你們一樣 我在國高中的時候 在我國高中的時候 同性婚姻在我的世界裡面還不是個議題 不會去想到說 國家需要討論這個議題 但是如果要我現在推測我國高中的時候 是不是支持同性婚姻 我倒會給否定一個答案 為什麼呢 這想法有點迂迴 因為我回想我國高中的時候 對人生的看法 我的既定觀念是 每個人都要結婚生小孩 我在國高中的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人生好難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人生 都有一個關卡要過就是結婚 但是我一直搞得太清楚 如果我要結婚的那個程序啊 理結啊什麼的 所以我一直把結婚 是我人生當中壓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現在要我回頭想國高中的時候 我覺得 給定那個時候 我是一個傳統觀念那麼強的人 雖然事實上 我那個時候沒想過同性婚姻 但是如果你跟我的話 我可能不會支持 因為我認為 結婚生小孩是每個人都該做的事情 我那時候真的蠻傳統的欸 我那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 這個世界的男女是很平等的 欸你不要笑喔 我覺得我那時候這樣想 以一個國高 國中生人來說是有道理的 我那時候想辦法這樣子 每個人生命當中都有一個難關 男生的難關就是你當病 女生的難關就是生小孩 好嗎 是一個國中時代的邏輯 我就說 對不對 好總之 我想大家應該要有好奇說 你國中是那種人 那為什麼你現在會那麼刺激 同性婚姻 在人類的漫長歷史當中 哲學一直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影響 但是對我來說哲學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在讀人理學跟真正哲學之後 我發現說你要去證成誰沒有權力做某件事 是很困難的 特別是那些事情其實不會妨礙其他人的時候 所以哲學教給我的事情是 當我們在社會上面 區分資源跟分配權利 其實要非常小心 那北地那種比較高的小心程度 我想不到任何特別好的理由 可以在社會 設計社會制度的時候 把同性婚姻這個選項給拿掉 所以你可以說 我是上大學學了哲學 那想到一些思考方式之後發現 不可以同性結婚的權利 是不是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的答案 我並不是打算一開始就只是 我有背後的歷史跟思路 我相信台下的人可能也有 對不對 那有沒有人想要分享看看 我的話是因為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大概是16、17歲的時候 因為是在那個 保守派的那個教會有影響 所以那時候 就是沒有什麼 再思考一下 就當我覺得 就是 反對一場 可是當我慢慢慢慢 再 思考 那經過20年 那一直觀察 然後 研究他們的文化 然後 他們的音樂 他們的 那 那 一路上來 我已經43歲了 還沒有結婚 發現 這個 其實已經 下定位 就是 其實我 支持的 那我本身是 異性戀 但是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思考 那 這是一個很幸運的路線 謝謝 不要擔心 因為還沒結婚 是因為了解 所以接受的同學 那有沒有其他人要想想看 所以 猶豫的話 也不用勉強的關係 齁 我其實從來沒想過 所謂的結婚這件事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13年 那大概幾年前 我在學校就因為 因為 因為今天學生列球的時候 受傷 然後就去 住院 對 那時候我就謝絕了 我所有的同事來拜訪 因為我知道男朋友 會到身邊照顧我 因為 今天學生列球的時候 就希望他們就不要來打擾我們二人世界 這樣子 對 我也不用擔心說 我去開刀去住院都沒有人 沒有關係 對 他在我旁邊 對 可是某一天呢 就 我們學生列的同事 都非常非常的要好 我們感性很好 他說不管怎麼樣 就算你拒絕我們還是要來 然後早上說了 他說我們下午就來了 然後剛好那天呢 就是 我們兩個會在一起 實際上一個 我很好的學妹 她的同學 就介紹我們認識的 那天剛好學妹 就從傳統來來看我 我就跟我男朋友說 那 可不可以請你暫時先離開 對 然後就請那個學妹 假裝是我女朋友 因為我一直告訴他們 我有另一半的 就是不要再介紹某個人 給我認識這樣 然後她就跟我說一句 那我們這幾年在一起算什麼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有一個人可能會結婚 對 但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能結婚呢 我們可以不只要講 謝謝她一下 我可以想像如果是 我有這樣子的經歷 又這樣講出來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最後一位 來 先後面的同學 我大概二十年前是個極度嚴重的華文沙文紀錄 然後 經歷了 就是 因為教育有關係 然後經歷了一些 就是 自己私底下的一些 學習 然後 包括可能有認識 同志的朋友 然後 我覺得他們人很好 然後 很有才華 好 嗯 我希望他們能 就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夠 也能不得到一樣的幸福 所以我也希望他們能結婚 再次和大家 好 我們一步步來 剛剛討論說 你是如何開始支持同性婚姻 現在啊 剛剛我們問的是 又有點 個人經驗的問題 現在 我想問大家一個 比較規範性的問題 是 你有動機支持同性婚姻 是不代表 同性婚姻就是合理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回答 同性婚姻是否合理 答案是什麼 你支持同性婚姻 合理性上面的理由 像什麼樣子 好 面試機 對 還是你先 因為我念題目 你先回答 很公平嘛 對不對 不要吵 我來念請 真的是回答 對 因為剛剛 朱家安講到 就是說 雖然大家可能 有一些個人的支持 代表他是很合理的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是想了一下 因為我又不確定 我對大家是不是很缺 那對我來講 就是 婚姻 其實就算 就算是一心眼眼 可能有不結婚 選擇不結婚 因為他是一個 他其實是一個婚姻 雖然他也是一個權益 就是說他可以 幫助我們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其實也有一些束縛 所以有一些 現在就算他可以結婚的一心眼 他也選擇他不要婚姻 那 但是 就算是如此 他 婚姻還是有他的一些功能 因為 例如說我 我以前做過保險 那 那保險最簡單的就是 你 買保單的時候 你一定要填受益人 那現在有人是說 未婚妻什麼也可以填 但是其實那個 實際上在理賠的時候 有一些保險東西 他也是敵人 那你 如果你是結婚 你有婚姻關係的話 你的受益人填 你的配偶 這個是絕對OK的 就是 除非你中間有什麼炸 炸薄啊 炸騙這些狀況 否則一般正常的狀況之下 是 都一定會被陪 那 如果說 是同性戀呢 如果他不能及婚 那他總的要去處理這個保險 這個其實很 很現實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這樣 他有跟我講 他就說 他就是 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已經7年了 可是他說 他說 他 他們現在就是有要買保險 或什麼 但是就是發現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說 他們用了一個很迂迴的方式 互為受益 但是我其實內心有點擔心 就是說 有可能到時候 真的要立賠 可是不行 那我覺得 同樣就是 不管是異性戀 還是同性戀 那我們在這個國家裡面做 這個國家的公民 其實大家一樣都有繳稅 我們該做的 異物 你還是有做的 那為什麼當異性戀 可以享受 婚姻的保障的時候 其實同性戀 它是不行的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實關的 公平如說的問題 所以 這是我最初 最初覺得 支持同性婚姻的一個 比較是 就是 除了大家講的 違反性的原因 做一個主持人的 主持人的角色 來擔任這個 對 那你就直接說吧 好 可以這樣子 找不到我 剛才這樣子 我支持同性婚姻 因為 像 剛剛電視機說的 法律上面不平等 以現況來說 法律上面不平等 意味著 是 同性伴侶 結婚 共同長久生活 這種 人生實踐方式 在台灣是不受到尊重 跟不定 每一項系列 都沒有受到不定 是 國家政府對待人民 這種不平等 我並不認為 國家政府對待人民 都要吃同人 做壞事了 就被抓去關 失去自由 但是背後要有 好理由 那 什麼樣的理由 是好理由呢 我覺得在 否認同性婚姻這方面 很難說明 因為 如果我們要認為 如果我們要不鼓勵 或者 讓同性在一起 長久居住 成為一個不容易實現的選項 我們好像必須要說 這種生活方式是 比較差的 不該做的 但是 誰來替 誰來替 每個人自己決定 把一個生活方式 是 不該做 不值得實踐的 像我每天 玩兩小時 誰能詛咒 很多人覺得 這是很自裂的選擇 但是我很喜歡 更何況 做這些事情 是沒賴到別人的 所以 在某種意義上面 完全的詛咒跟 和同性長久共同生活 是類似 其實前者是被法律所允許 跟支持 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對怎樣的生活是 唯一正確的美好人生 目前是沒答案的 既然沒答案 我們最好讓大家自己選 自己選 想清楚的 自己負責 自己承擔 自己慢慢長久去經營 所以我認為 國家必須要平等開放 這些選項 一起念有同性念 你要有 這是我在規範性上面的理由 今天要問大家 我是 我現在主持人 我剛剛看到說 哇 講者自帶主持人功能 跟開開心也在裡面 那 現在還是需要做點事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下一題 反同人 是身邊都有同志朋友 我們有嗎 這也是先從兩位開始分享 對不對 那我主持人就可以直接 Q誰回家 但是我想 因為我剛剛 沒有 我們下午的時候 一起討論這些問題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想到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個問題 比如說反同人 是都有同志朋友 然後我忽然想要問是同志朋友 有反同的朋友 我們應該要出這一題 對 我們應該要出這一題 我們身邊有反同朋友 其實我有反同的朋友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 有這一種嗎 或許我們有時間再討論 那 你有嗎 反同朋友 不是反同朋友 我們還是先回答這個問題 OK 現在換你主持了 對對對 今天真的非常混亂 我身邊有同志朋友 只是我發現啊 如果你劈頭問我說 就這樣你有沒有支持同心會議 那你身邊有同志朋友嗎 你劈頭問我 我真的會分一下 因為 我覺得 我潛意識上面 沒有做這個區分 對我自己的朋友 那 我 我潛意識上 有些好相處的朋友 不好相處的朋友 脾氣差的朋友 這些我都有分 但是 同志分 非同志我比較好沒有這種區分 但是 當我 我們自己決定這個題目之後 我回去判點 講判點很乖 但是 你真的蠻多同志朋友的 所以在想這個題目之後 我發現 它對我的影響是說 這個議題 對我來說 它更明確的變成一個 會影響我的朋友們的福祉 的社會議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想這個題目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利益的事情 我剛剛是很認真在想 我沒有反動的感覺 好像 好像沒有 想很想 有嗎 他們大概不敢讓我們知道 這也是有可能的 要解釋 不敢讓我們知道 這樣子 其實就是 像朱家剛講的 我 我抗重問題 我也是會 就是 如果也直接問我 我會不會認真 因為其實 我也不太會去把朋友 分成 就是同志 或是非同志 就是他 就是我的朋友 可能會分男生 或是女生 然後可能要想一下才想說 喔誰是誰是誰 他是同志 或是說喜歡某人 他思考自己是 我根本就有忘記 或者是類的 就是說 這個 就是這件事情 它真的是一個區分的人 或是區分配合 這麼重要的 我當時可以 欸 就是 我來分享一下 我 因為我身邊有兩個 我自己覺得感觸很深的經驗 那都是同學 怎樣 一個是有兩個 都是我大學同學 那在大學時候 其實算是同一群朋友 然後都 做什麼事情都一起 但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不會特別 就像剛剛講 不會特別去分說 你是挺同還是反同 還是怎麼樣 那大家就很自然 仔細都一起做 那 其中一個同學 比如說A同學 好了 後來結婚了 那大概都很自然 每個人都去參加他的婚禮 包含了B同學 就是同性朋友 他也去參加婚禮了 那 這個事情在前年的時候 就是關於這樣的同志議題 展現出來的時候 A同學就在Facebook上 PO了一篇文章 表示他因為他的宗教信仰的關係 他反對同志婚禮這件事情 其實我後來B同學 他其實真的受到很大的傷 他的感受就是 當初你結婚 我去了 我這麼用住我的全身的力量 然後中心的祝福你 因為我看著你能夠結婚 然後能夠跟你所愛的人 在一起 在都有法律上面 合法的權益 而且你也看到我來了 你收了我的紅包 欸這是中間 還收了我的紅包 然後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不希望我結婚了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他是真的 他不能理解 另外一對我身邊 另外一對原本是同事 尤其我們的A同事跟B同事 A同事呢也是這個異性戀 然後我結婚 B同事當時還是他婚禮的總召 B同事是一個語律同事 是他總召幫他籌備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的東西都是他打點的 一樣也是在去年的時候 所以某種意義上 他是靠紅製造大結婚的 是啊 是啊 然後我親眼看見 就是我那B同學 他那個上有多種 一樣是在Facebook上 你的婚禮 我參與的整個過程 而今天你跟我說 我可以幸福 而你可以幸福 可是你不配享有婚姻 那對我來說 這是什麼 這是我感受很深的 就是說 同事身邊 有反同的身下 其實還是朋友 甚至是非常密切的朋友 那真的他們就因為 這樣子的議題 那現在的感情是真的 曾經他們是那樣子 那樣子有密切的 這對我來說 其實是很感同身受的 所以提早知道 身邊有哪些反同朋友 還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紅刀不要浪費掉的 回收回來 好 是有想要發言嗎 好的 這個對我來講 這個其實是很尷尬的問題 因為長期研究這個事情 所以 其實我一看 其實認不出來 但是 這樣子的話 我會藏不過人家出櫃 那 所以這樣子 有時候講話 我都有想到的 所以在 現實生活上 我們就盡量避免 一些他們的問題 反而是在網路上 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的人 那真的是 我深入了解他們的愛情 他們的悲哀 他們的受傷 他們的什麼 那我真正瞭解他們的世界 好 那是 真的是讓他們的改觀 我覺得說 兩個人 會對方的復甦 然後 會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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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你覺得 這個 你講出來文化是 不道德的事情 關於 出櫃這種事情 所以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要小心 要回應了嗎 好 我沒有準備要回應 好 那我們就下一題 好嗎 好 對異性戀來說 支持同性戀有什麼好處 這個還蠻符合今天的題目的 一樣 電視機這邊先回應嗎 好 我覺得 因為我的回應比較有趣一點 我們把認真顏色留給大家 這個 這個題目其實蠻有意思 因為前幾年 可能蠻多年以前 有一個美國 一個影片 應該是叫做 Gay Man Will Marry Your Girlfriend 就是說 男同志會跟女人女朋友結婚 然後這個影片已經有一千多萬的 觀看一次 那時候很紅 然後他內容就是講說 他就是一群一些男同志 然後分別就是對著鏡頭講話 他說 他的講話對象就是一個直男 這樣一個意思沒有 他就說 我比你們會打扮 然後 我比你們會運動 然後我比你們長得好看啊 然後什麼 我 你女朋友想要去聽音樂劇的時候 你覺得很無聊 我會陪她去 然後什麼 我說我才不會把你的女朋友說什麼 他想太多 我會陪她一起哭什麼之類 然後就說 你們再這樣下去 所有的男同志 就會把你的女朋友說 全部都去光光 然後說 所以請你支持同性婚姻這樣子 這是很好的結論 然後後來又有一個女生版本 就是說 女同心戀 然後跟女生講 就異性戀女生講的話說 我們超會打電動 然後什麼超會打籃球 之類 就說什麼 你男朋友想看NBA嗎 我會陪她去 那如果你 你就是不支持 就是 然後他最後都會說 所以呢 我們只喜歡女生 就是女朋友 就說我們只喜歡女生 然後男生 就說我們喜歡男生 但你為什麼要逼迫 我們不能跟我們 奇怪的人在一起 因為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還想 繼續這樣做話 我們就去搶奏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 當然他裡面有很多 性別刻板印象 就例如說我喜歡一男 就一定不會打扮之類的 但我們就假設我們現在 先過去談論 就是性別刻板印象 或我覺得 這其實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 其實有點 因為我知道今天很多人來輕鬆 或許 你們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 開玩笑的方法去 這樣子睡醒他們 就說你看看那些男同志 那麼會打扮 你如果不讓他們 就是跟自己相處 喜歡人結婚的話 搞不好就是 我們之後 未來都交不上女生 對 這個就是比較 比較有趣 比較開玩笑 輕鬆的方式 這樣子 如果用威脅 利幼來說的話 有感受到 深深的威脅感 在裡面 關於利幼部分 有沒有 謝謝 剛剛沒有可以說是 出於競爭地考量 這一個利幼 我覺得 對於信念來說 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 對我自己而言 我支持同性婚姻 是因為我這樣 唯一一個自由 而且包容多元的社會 會給同性 很有婚姻的選項 我覺得自由 而且包容多元的社會重要 因為 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選擇生活不一樣 那這些選擇都應該要受到尊重 不過 現有大陸份社會 都沒有給予充足的尊重 對我來說 同性婚姻的開放 是讓自己的尊重 稍微扣大一點的 其中一部分 你可以想像說 在同性婚姻涉及的 性別異體裡面 其實不只性形象 還有性別氣質 像我在 我的有些舉手投足 是 比較陰柔的 這我這樣覺得嗎 好 好 有時候我身邊的朋友會跟我說 在我高中跟大學的時候 我不太能接受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一個生理男性 我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 粗獺 沒到狂野 但是 狂邪 但是 我就是習慣這樣 這是我最舒服的 說話方式 如果不是基於社會刻板印象的要求 我根本就不會覺得我需要改變 那 人生 真准在世 也要強迫自己去做事情 已經夠多了 我想我們不需要再 多加一些有的沒的刻板印象 然後就是說 你是生理男 你是生理女 你應該要是 什麼樣子 那我認為在破除這些刻板印象 家屬人類身上的外負擔上面 同性婚姻是當中蠻重要的一步 讓社會上面 接受這種不同的生活面貌 讓這個社會一步一步 比較可以尊重大家 不要選擇習慣跟外觀 想法是這樣子 好 我們要問現場回應嗎 還是 因為我看我們今天有好多的題目 那或許待會兒大家就再 再回顧補充一點 就是 其實真的是一個群體當中 如果有人是不舒服的 是被壓迫的 是很低落的 其實那是會感受到其他人的 一個家庭中 只要有一個家庭成員是不開心的 這個家庭裡面的人都會被影響 如果把它放大的話 其實社會也是這樣 如果存在了很多的弱勢 很多被壓迫者 是不被理解的 他的憤怒跟痛苦是不被看見的 這東西絕對不會對我們毫無關係 他會用各種其他的形式 來給我們一些刺激 會讓我們有感受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你去照顧其他 或是去看見別人 有時候其實就是在幫助自己 我補充你 是 其實是 因為剛剛講比較開玩笑的話 那就是認真可以打出問題的話 我其實有就是 前陣子因為在幫忙 這邊能夠捧捧著工作 那有天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忽然想到 就是 後來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其實全世界的目前 就是說我們的性別 就是除了生理的男性跟生理女性 那樣也有跨性別 就是說我們的 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異性戀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無趣的世界 我覺得這個世界之所以美好跟有趣 就是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多元的性別 跟多元的性別 例如說我們有 有同性戀 有創性戀 然後有異性戀 然後有性別 有男性 有性的跨性別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 不同的多元的選項 跟不同多元的認同 所以我們才會 在這個世界上看到更多不一樣的 例如說藝術創作啊 或者是說 就是各種美好的事物 但是有一天就是忽然間 好像凌光乍現 忽然給我的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對 那其實我想說 都對於異性戀友情好 所以我覺得 可能就是因為 有這些多元的選擇 可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還有無特性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跟今天的公投議題開始 有一些很關聯喔 你為什麼支持婚姻平權公投呢 那我們看從朱家安 我們的首要目標 當然是讓反同公投失敗 所以有些人建議說 我們專注推 反反同公投 然後推不同一票 所以比較單純 為什麼要另外推一個挺同公投 我自己的看法是 推挺同公投是幾乎沒有缺點 幾乎沒有缺點的策略 因為如果要擔心 因為推挺同公投 讓反反同公投出問題 唯一的擔心的方向就是 擔心你把注意力拿走 或者把資源拿走 但是問題是 每當你在宣傳挺同公投 其實等於你是在宣傳反反同公投 所以想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擺攤上網散佈資料跟說法 其實這兩個宣傳都是綁在一起的 我們連想切割都是 大概是沒辦法切割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這是 這是一個在這方面沒有缺點的策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共投 我認為這可以成為一個宣傳上面的亮點 我們是在不只是反對別人而已 我們也有自己的東西要顧著 就從我們第一階段的組 通過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我認為 組織一個挺同公投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這方面是我會看到的 其實我的看法也是類似啦 就是說 那現在已經有 反反溝 反反溝 溝投的這個運動 那我覺得 婚姻挺全溝通也是一個 同樣就是說他非常直觀嘛 因為就是你值不支持 同性婚姻 同性二人可以結婚 那其實就是支持 那就是 就是同性同性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這是一個還蠻直覺直觀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在宣傳的同時 也可以宣傳說 那那個反同人事體重 那反同公投也要記得要去蓋不同的 所以我們是覺得就是 做一個社會運動 那其實每一個位置都要有人 那我們剛好就是 站在這個位置上面去 想要去鼓吹 然後去推動我們所支持的運動 這邊我也想再 你先補充 我知道有些人擔心說 等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公投嘛 一個我們知道投不同意 一個我們要投同意 啊我有搞混了怎麼辦 我當然是不擔心 因為 我的對手 你可以更容易搞混 好 我想追問的是 因為剛剛網路上其實有很多爭議 真的就是剛剛提到 對於第三項的那個 婚姻評選公投的公投法 就是關於那個神聖婚姻專法 這件事情 可能是最大的爭議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公投 有人會覺得這個公投出來 把這個婚姻評選公投 格調成拉框的 就是好像當兒戲來這樣子看 然後也會認為說 他們不認為這個這樣子的方法 可以達到戰略上面的效果 會不會檢驗呢 是不是有這個中選會 會不會維持行政中立啊 或是一如公讀一戰 這樣的想法 他們認為是太過於天真的想法 對於這個人有什麼想法可以分享嗎 目前第三項的神聖婚姻專法 目前第三項的神聖婚姻專法 小組的定調是說 我們不是在續會嗎 最後一次努力就是參加聽證會 但是聽證會是 中選會會一定要辦的 之所以需要參加聽證會 是因為我們需要通過這個程序 才能讓中選會繼續處理 最後達到檢驗他們有沒有進行 實施審查這個目的 第三項目的就是 檢驗中選會有夠進行實施審查 所以 接下來我們只要進一段審查結果出現 就知道答案了 那 對於 推神聖婚姻專法 是不是把公統當作兒戲 我覺得是態度的問題 那 有些人會說 這樣子是在 諷刺宗教 或是 對宗教不禮貌 不過我覺得 在 同性婚姻跟系列的議題上面 所有人都因為不禮貌 受過很多傷 然後 站在我自己的立場 我也希望這件事情 讓 強硬的 讓強硬的反對同性婚姻的一方 感受一下 當你 覺得重要的價值 被別人當作公投節目的時候 你心裡感覺如何 這是我自己的探訪 好 好 你看我今天有好多的題目 如果6月29號沒有湊到300萬 集資沒過會怎樣 一樣 那朱家安回答他還是 這個啊 這個是今天我猜想大家 很多人心裡會想知道的 因為目前我們推公投最重要就是這個集資 其實成功不成功一翻兩正眼 那如果不成功的話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其實在我們的集資網絡上面 有跟大家說明這個集資300萬的用途 要通 如果中選會通過了 接下來就是 要拿到30萬張連署 30萬張連署書 我們在第一階段 為每個公投案處理大概1萬張書 投連署書 就已經快累死了 你們沒辦法想像你要處理30萬張連署書 講的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身為發起人 來跟大家聊聊天 我們是不領講師費的 但是你要叫人去做整理連署書啊 蓋章啊 篩選地址啊 這種超級無聊的工作 公讀金什麼的 還是要發給大家才合理 所以30萬張連署書 並不是免費的 直接這樣子講 我們那個時候估算是說 假設處理每張連署書 需要10塊錢 總共是多少 就是300萬 所以300萬幹什麼 就是上面這些數字 如果到了29號 這個集資沒有成功 意思就是說 上面這些事情都不會做的 鍵盤公民站出來 專案啊 需要30萬 平權力量20萬 等等等等 這張是比較 比較仔細的 這次的連署 主要是要做這些宣傳計畫 如果連署不成功 那這些計畫 就不會了 我們還是會以最小最小的限度 繼續在網路上面推 但是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理解 所以運動是很花錢的 並不是說每一期人 你什麼都不能做 但是每一期人 你大多數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大概像是這個樣子 對 在這邊其實 我想有些人會有些人更深層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覺得說 大法官釋字的時候 已經說了兩年之後 就定期失效了 那這件事情跟你公投過 跟沒過 都是一樣的啊 法律還是會這樣啊 那為什麼現在要這麼積極的搞這些公投呢 如果你反對這個 因為反反同 聽起來我們就說 蒙蒙公投 是不是會比較清楚 就是蒙蒙公投所提出來的東西 你就 你不同其實在法律上 你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嗎 那為什麼要這麼機質地去做這些事情呢 在討論有社會爭議的政策的時候 政府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社會共識 什麼是社會共識 很多民調 或是網路上面聲量可以顯示 但是不管再怎麼樣顯示 大概都是比不過公投出來的數字 我們坦白講 這次公投就是宣傳戰 大法官算給了兩年的期限 但是很多人對於事件案裡面 怎樣算是捍衛婚姻平等權利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很多人認為 專法議案有它可能的空間 如同我們所知道的 如果到時候是以專法的形式通過 那當中的法律層面的權利保障 以及社會意義上面 婚姻以及非婚姻 其實都是違定數 我自己心裡認為的 自由而且包容多元的世界 是需要給一個平等對待 同性戀以及異性戀的法律機制 在我的角度看來 專法我沒辦法保證 它是一個平等對待的機制 所以我認為如果要打共同的宣傳戰 讓政府看到現在社會共識長什麼樣子 我們必須要認真努力才能達到 其實專法就是最簡單的比喻就是那個 配過當時的那個隔離公車嘛 那個公車黑人都擺著都給他 可是他就是然後再往北線之後 欸可以讓他坐後面嗎 反正就是說他不能夠選他要坐的位置 對那那白人就說 你還不是可以搭公車 你只是坐比較後面而已 那專法其實他一切也是一樣 可是為什麼 問題是為什麼 就是大家都一樣是人啊 都一樣是國民 那為什麼我做公車我就一定要坐在那邊 我不能坐我想坐的地方 那為什麼同性戀結婚他一定要蒸發他 不能用民法的婚姻念這樣子 你自己在親戀的這個部門 總會有很多反對的人上台留言嗎 你會回應他嗎 會有什麼意義就你們印象深刻的嗎 會 當時會有 就是我怕那個臉人結婚 剛才你提示的時候是用 但是其實不多 但是因為那個留言量真的太大 我不太可能一折一折去看 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個人就說 就是我覺得這是蒙蒙大絕 就是跟你小孩是同性戀的指導 其實我覺得如果 第一就是我 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生小孩 我還會有決定 因為就是如果我有生了一個小孩 同性戀我覺得會蠻開心的 我有一個朋友不是很熟 就是他是一個媽媽 然後他就是可能 那個朋友PO了他小孩的照片 然後他就說 那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在玩警車 或什麼機器人就想說 玩了玩的是異心念的男生 他生一個兒子 他說玩了玩的是異心念 玩了玩的 然後就是他 之前有跟他出去會一次 他很特別的啊 買了粉紅色的椅子 他說希望他是同性 所以一個某某想要詛咒 就是他們覺得是詛咒啊 就是想要說 問我說 你小孩是同性戀的 知道什麼的 你小孩是同性戀 你還會這樣嗎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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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完全都不在乎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奇怪 認為這是一種羞辱人 或是罵人的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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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媽媽 沒有 這太微笑 因為不管就是異心戀 同性戀一樣好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能說 那個就是 如果生了小孩 生了兩個小孩 一個是同性戀 應該是異性戀 然後對同性戀的比較好 這樣也不對嗎 那如果人家會怎麼說 對你的一些那個 就是別人結婚干你屁事 然後他就說 我是異性戀啊 所以別人結婚干我屁事 這件事情怎麼會 其實他 不管他的視野還好吧 他不要反對就好 因為反對就是干他的視嘛 所以就是他如果說 干我屁事 然後他就走開 這樣也很好啊 那問題是他 很多人就這樣說 啊干我屁事 可是我要反對你 因為我們今天 他不是干你屁事嗎 可是如果不干我事 不出來同工同化就不在 他覺得不干我的事 那就是他也不會去投猛猛的那個啊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最低最低 我們當然是很希望 所有的異性戀朋友 我們可以一直來支持這件事情 但如果有一些人 他是死 不要支持 那也總比他好去反同好嗎 對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 社區上的問題啦 就是我們不可能強迫 每個人都跟我們一樣 那假設有一些異性戀的人 他就是不想要管 那他不要反同 然後他也不支持 其實我覺得也是很好啊 大家都很在乎小朋友的事情 很多反同人是 對他們來說 同性婚姻跟同治教育 是包裹在一塊的 我必須說確實是啦 因為你要建立一個 自由開放的社會 不單單制度要到位 教育跟知識也是要到位的 但我可以理解說 他們擔心的是說 國高中在健康教育課本裡面 把同性戀描述成 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那小朋友看到就會覺得說 所以我是同治也沒關係 他們擔心說 小朋友看了之後 變成同治 人會不會因為看一些東西 變成同治 我覺得這是科學問題 我們沒辦法回答啊 但是我覺得 秉持這種立場的反同人 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他們認為 對他們的小孩來說 最糟的事情 是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看到描述事實的健康教育課本 然後成為同治 這個不是最糟的事情 最糟的事情是 你的小孩 在一個不自由開放的社會裡面 發現自己是同治 然後痛苦一輩子 我是說如果他有活到最後的話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人對陌生的 你沒實施過的制度 像同性婚姻抱持有疑慮 或是甚至恐懼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很多情況 如果我們不去瞭解 另外一方秉持 心想要告訴你的那些知識 跟背景長什麼樣子的話 你的堅持跟保守 可能會讓你自己 以及你的小孩 錯失的一個可以讓他快樂成長的機會 好 再來要討論 剛剛其實已經稍微有一點 那個 進入到這題了 就是大家身邊 因為這 我相信也是今天來 大家剛剛在自我介紹 講到很多就是說 必須要跟身邊不同的聲音的人 來討論的時候 會卡到 或者是有時候對方講的什麼 你一時不知道要說什麼 所以今天來這邊 是想要來補充這個戰力 那你認為最爛的反同理由是什麼 就是那個什麼 婚姻啊 是為了要繁衍後代啊 什麼 那這樣子 因為現在已經超多人結婚 不生小孩 就是婚前就已經協議 就是說我們要結婚 但是不生小孩 如果你要生小孩就不結婚 這很多的 那如果這樣子都可以結婚 一起戀 不生小孩都可以結婚 那同性戀問題不行 如果 原因真的只是因為小孩的話 我覺得最爛的反同理由是 這個理由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 但是 而且蠻常見的 是說 同性戀太淫亂了 所以像這麼一個淫亂的族群 可以享有婚姻 是一種對於婚姻的怎麼說呢 總是不太好啦 基本想法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說法很爛 是因為 你想像喔 會講這個話的人 大概是 他覺得婚姻蠻神聖的 OK 就是你要結婚別亂搞 有點像這種人 那這種人 他希望大家要穩定感情生活 需要大家在婚姻當中定價來 你想像 如果他發現他有一個異性戀朋友 蠻淫亂的 一趟的標準來說 是不固定性伴侶之類的 我覺得他會怎麼跟那個朋友說 他會跟那個朋友說 找一個結婚定下來吧 你看這種人 他對同志跟對異性戀 態度完全不一樣喔 對他來說 婚姻是讓異性戀從贏斷變不贏斷 這種解決方案 好不好 不且不論他這個 他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合理 但是 他顯然不是用同樣的態度 來面對同志 對不對 在 在我的 分析這個議題底下 我把這個叫做 因為你沒想到你自己 有一種 謬誤 每個人是從自己本位出發看世界吧 那如果我是異性戀 我接觸朋友到分是異性戀 我很自然會忽略一些 自己跟別人的差異 對 但是 一旦你發現這些差異是存在的 你在思考上面 就可以更加的小心 那我想在討論 同志婚姻這個議題之後 有認真在思考的人 也都會因此 不單單對這個議題 也對婚姻對他自己的意義來說 會有更加的了解 所以大家都不要忘了什麼 如果從今天可以結婚的話 人就可以跟某天人結婚 大家不要忘記他 大家也不要忘記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不見了 然後社會所有的 困亂掉的話題 我覺得大家最關心 應該會是你最下 最後這一個題目 我覺得最難纏的 反同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我可能 你們兩位先分享 之後我們開始 你們也開放大家 就是也給一點回應 就是說你曾經 因為什麼樣子的理由 你會覺得說 欸我還真的說不出來 那大家可以互相的交融 跟分享自己的想法好嗎 好 那這個先從 葉世紀 我覺得還是宗教理由吧 因為他就是說 聖經說什麼什麼什麼 那其實 對啊 就 就不知道從來 就跟他說 可是我沒有信 他就覺得 對啊 沒有話講 對啊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 有點 我記得 蠻會難的 你有想要先回應他嗎 比如說 對於宗教這部分 你會怎麼說 對於宗教 我覺得 基於宗教 基於宗教動機或理由 來反對同性婚姻的人 通常蠻難說服的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接受 由他八成都不接受 因為跟他認為 崇敬的教義 有所提出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 現代人的 現代人共同課題 我必須隨會說 當我的 我在意的終極的價值觀 跟臉不一樣的時候 必須要 我必須要跳過自己的立場 找到一個 真的可以跟別人對話的基礎 如果我的終極價值觀 是嚴格到 別人給我的任何理由 我都不可能接受 那我在民主社會 其實沒有跟別人溝通的可能性 並不是說 我沒辦法被說服而已 達成有益的溝通 會變成一件 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 這問題 我目前沒什麼解決方案的 或許大家 都有很多經驗的 我們這邊好像有職工啊 什麼的 可以一起分享看看 不過啊 我記得 隨著時代進展的統計 應該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越來越少 或者說 有宗教信仰 但是可以抱持那種 開放心態的人越來越多 至少統計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說 就算這種情況難纏 但是我們也相信 這情況會逐漸舒緩 因為那樣子的人 是越來越少的 我自己覺得 最難纏的理由 是 同性婚通過之後 如果你是做結婚蛋糕的 你是前程信徒 你能不能拒絕 你能不能拒絕 對我來說難纏 因為那個是 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 跟同性在社會上面 應該不受到歧視的權利 有互相抵觸的地方 而且有很多 有很多很細的 論點跟交鋒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難纏的討論啊 好 老師我們是不是可能也 問問看 今天就是在場大家 有沒有覺得 什麼樣子的底流很難 想問是你自己 其實曾經思考的問題 然後沒有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答案 可能想要提出來 跟大家一起討論的 懂嗎 好 來 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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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近前一陣子 不知道你們看YouTube就是 就是那個卡辛諾、黃辛諾嘛 他們有訪問那個四叉貓 然後底下的留言 有一些應該是PTTD他們的留言 就是在說一個關於愛滋病的事 他們就拿一些統計報告來說 那個防疫署啊他們的報告 有85%以上的男男性性 愛滋病的患者的85%以上 都是只有男男性性的發生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但是看了這樣子的同事就覺得有點氣氛 因為男男性性為他的性 他的方式就只有那個比較不乾淨的方式 就是那個表交為 然後但是剛才他本來就是個非常比較 比較不乾淨的活動 不管是異性的兩者同性的 如果你做這樣的行為 都是有非常容易得到愛滋病的幾率 對 但是統計上就是這樣說 比較難去看 嗯 就是關於統計上的數據 顯示出男同志這個愛滋有差癌病的數據 怎麼樣 兩位有沒有要回應嗎 或是現場 有差異 有差異 因為身體不同部位的表情結構不一樣嗎 身體上的像是這樣子 以下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記得統計上是說 越多元開放而且可以接受多元親情上的國家 那這種 特別這種鋼膠傳染的疾病的肆虐程度越低 你可以想像沒有很多原因 哪一方說 如果社會很保守 那假設我因為同性性行為 我懷疑自己得到愛滋病 我甚至可能不敢去篩檢 因為我怕篩檢之後就被收到人排擠嘛 所以我們起碼可以確認說 整個社會面對愛滋病 其實就跟面對流感一樣 是個防疫問題 那如果我們要務實的 看待這個防疫問題 最起碼我必須看看 在國際上面 什麼樣子態度 面對多元性行為的國家 在防疫這方面做的比較好 那如果在這方面 開放是對防疫有利的選擇的話 好像應該是我們需要路線去推的 就是很不適合考量 在這方面 這道也可以分享喔 就是因為我之前 曾經在荷蘭念書 那荷蘭大家都知道 對於同志還有性教育是 做得跟台灣相差非常大的 那尤其像荷蘭其實性教育 從小朋友六歲開始 每個小朋友六歲開始 就教性這件事情 那他們的教學其實是在學校 在我們講的老師教社區性教 然後還依照不同的宗教狀況 然後有時候會請你們家長 都可以來上課 然後去教一個非常完整性教育 這個性教育也不只是性器官的教育 跟這個性行為的教育 它包含了就是從你的情感教育 你從你怎麼認知自己是誰 是一個什麼樣的性情下 怎麼樣入志什麼叫做愛情 然後你怎麼樣理解自己 什麼時候是感到喜歡別人的 或是被喜歡的感覺是什麼樣 那你什麼時候會要交往 什麼時候要發生性行為 那怎麼決定做這件事情 包含所有的前面的 甚至其實從很小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教所謂的愛福是什麼 前戲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預防 那其實荷蘭的數據來說 就是以剛剛這個 你來說它的性病傳染率 跟青少女的懷孕率 其實一直都是最低的 那大家其實有了很健全的知識 然後對這個東西 我那時候在愛洋車帶的時候 其實看到的景象還蠻特別的 所有就是看到比如說亞洲人啊 或者是國外觀光客 然後看到那個大街上 大家會有很多的 偏偏會有那個 放那個A片啊 或者是很多性 有關性的 情緒的玩具相關 然後只要是觀光客 或者亞洲人看就是那種 還有害羞 然後又有點興奮 就是大家會用一種 就是很特別的眼光 然後但是當地的小朋友 你看不管年紀是多大 大家走過去就走過去了 大家也不會多看一眼 大家覺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越有知識 越有資訊 然後你越把這個事情 看成是一個很正常 就在你生活中的事情的時候 你才反而不會 特別的想要 好像去再不知道 怎麼樣的狀況去嘗試 然後或者是把它視為一個 好像是一個什麼經濟啊等等 然後大家才會越想要去試 但是用錯誤的方法 要可以 我覺得沒錯 因為防疫是知識上面的戰爭 這不是 這不是你討厭社會特定族群 就可以讓自己免疫 或搞定這件事情 你越 對心情而越了解 要防疫就會變得越簡單 我之前曾經參加過一個 愛滋協會辦的座談 是有那種第一線處理愛滋通報啊 或是篩檢的人分享 他說有一個人得了愛滋病 然後那個當事人 完全無法接受 他說我是異性戀 異性戀怎麼可能是愛滋病 異性戀會得了愛滋病 但是我們如果社會上的風氣很保守 讓相關的資訊給封鎖住了 異性戀肯記刻板印象 他自己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自己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防疫漏洞 所以防疫這件事情 不只是 有那種特定性情為傾向的人 需要注意 其實是整個社會 都需要 都需要擁有相關的知識 那我們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 想要分享 後面有一位 我是要回答他剛剛那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看過一個數據 就是其實在各個地區 愛滋病他們的 得的比率是不一樣的 然後其實可能只是因為台灣 其實因為他們對愛滋病 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定的 就是程度的 就是直到他們要自己 自己去做篩檢 才會造成說 就是愛滋病篩檢 比率最高 在台灣是最高的 可是其實 其實在全 就是全球 愛滋病 反而是針頭感染 和血液感染是最多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 對 就是我覺得 你之後可以遇到那個問題 然後他可以這樣回答 然後我遇過最難產 那團朋友 是我媽媽給我的 他跟我說的同性戀 是非常不正常的行為 對 我自己是一個同性戀 這樣 在我跟我媽出櫃的時候 有時候那種很基本的問題 反而會一下不知道怎麼回答到 就是你怎麼告訴他說 什麼叫做正常 什麼叫做不正常 關於這個兩位獎者要回應 或是現場朋友其實 有什麼樣的經驗嗎 有想要回應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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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國二的時候 我跟我爸出來 然後 然後 他突然跟我講到 這個議題 他想說 兒子如果 你讓我發信 你是同性戀 我會把你的雙腳打斷 然後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故作好奇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他說喔 因為我以前被一個男生追過 我覺得惡心 我其實還蠻想嗆她說 你長這個樣子 哪有人追她 他還想 真的就是想她說 長這個樣子還敢敲 有沒有人會有其他的回應方式 後面你有沒有 或是有想到什麼 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其實我自己比較想分享的是 我一個同事 當然他是 就我們很多年都沒有聯繫 然後我們在五號 在中國我們都會用微信去發一些朋友圈 就是發一些信息 然後我大概在過去可能兩年多的時間 我會經常去發一些LGBT的東西 然後這個朋友可能是 聽其他的同事 或者朋友看到了我的一些訊息 然後就是 真的是很多年不聯繫 然後突然在很晚的時候 跟我打電話說 就是龐江側機問我說 現在有沒有辦法 然後我告訴他現在我有男朋友 然後他就故作很驚訝 然後他就說 啊 你有男朋友 然後之後 接下來下面一個話就是 那你們就會有很多的性伴侶 然後你們就肯定會 就是亂搞 因為曾經他作為一個異性面 他可能對性就會有刻板印象 因為我曾經 我跟他一起去一個 美國的餐廳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 你看那些男的看我 他已經在 他的腦海裡面已經在搞我好多次了 對 他說這裡面 比如說五個男人已經有四五個看到我的時候 他已經有那個想法了 所以 轉化成男同志 同志這個詞 同志這個詞 可能對他來說 就是 紅軍那個同志 對 所以他說那男同心愛 肯定會有很多的性伴侶 這個時候 我覺得真的 在我自己的認知範圍之內 我只能拿我自己的例子去做比 比方 我說但我沒有很多的性伴侶 我就有一個性伴侶 所以 我沒有辦法去回答你說 他說 是不是男同志 都有很多的性伴侶 但是至少在我這邊 是沒有的 然後他另外也說 那男同志 可能生活的很艱苦 然後你的情感 談戀愛 可能 談的就是很難受 我說但我沒有很難受 我很開心 我很開放 對 然後 我也 後來我也跟他說 我說那我 我會有去台灣的打算 去 學習 去了解台灣的發展 然後他慢慢 你會發現他 從那個 假裝是 裝成很驚訝 變成真的是 喔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後來我 再跟他說我說 那台灣 他會是 亞洲很可能 會是第一個地區 他是 可以 同意這個 同性婚姻平權 這樣子 然後他慢慢說 喔 那我知道了 那我了解了 就是屬於那種 我看他的 他都有一個 喔 這個詞 但是那個 喔的那個感覺 讓最後是 變得慢慢的 平復下來 所以我覺得 可能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拿我自己 我 包括我身邊 這是我的朋友 他說 你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自己的生活 過好 然後你做一個 公開出貨的 這個難同志的 這樣一個 大家看得見的 難同志的 這樣一個人物出現 然後讓別人覺得 你可以有自己 完成的生活 然後也會有自己的愛情 或者有自己的事業 等等 因為我覺得 可能 在 中國大陸 會出現的狀況 就是 男同志出貨的比率 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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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低到一個 可能 大家難以想像的 一個數據 所以 當有 某一個人 站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 盯著你的生活去看 但我能做的 就是把我自己的生活 過到 比較平衡 比較自然 比較舒服 比較開心 對 謝謝你們分享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 謝謝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 真的碰到就是說 同志有好多的信犯 你應該要教導他法律的概念 就是說 關於外遇界 是你在我們目前台灣法律上 可能會有三個效果 第一個就是 你會觸犯刑法的239條通姦罪 那這個是有刑事責任的 那在民法上面 如果想拿錢的話 這個有民法184條 侵害配偶權的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 那如果也結婚了之後呢 那只要有其他的信犯人 你是要賠錢 然後可能還是要有刑期責任 第三個也可以作為離婚的 是有在民法1052條 跟配偶之外的人發生性行為 所以如果大家很想要杜絕 這個多重信犯 這件事情 就要多多的說服大家 要結婚三個法條 讓婚姻的痛苦 大家一起享受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要再補充 對 撐著點 搞不好再一年就可以求唱了 那 前陣子在臉書上面 看到大家在傳一個新聞 是說 平均 同性戀有一千個信犯一輩子 在傳的那個都是同事朋友 他們都說 那我的990個現在哪 對 聽大家剛剛分享 我覺得 一般的反同人士 對 雖然他們可能心裡對同志有疙瘩 但是 他們對同志的理解其實非常的少 你心裡想這樣其實很奇怪 你討厭一個 你討厭一個族群 但你其實不瞭解 你族群長什麼樣子 你不瞭解 你怎麼可以說你討厭 有點怪 對不對 所以 雖然我沒相關經驗 但是我給剛剛那個同學的一個 小提議 意思是說 或許可以讓 讓家長 知道 他其實不知道同志長什麼樣子 說 回家每日問答 對不對 媽你猜同志一輩子有幾個信犯你 然後告訴他不是一千個 那他知道說 他心裡想那個同志形象 是跟事實相去甚遠 讓他慢慢調整 讓他慢慢發現說 同志其實跟一般人沒什麼特別差別 我不確定 但是或許 逐漸了解 心裡可以少一些奇怪的想像 少一些夢會 會是好事情 其實我比較好奇 是說 反同人是講的 同性戀不正常 到底是 不正常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覺得 或許要先 瞭解他們 內心想像的正常 我們才有辦法去反駁說 不正常 就是並沒有不正常 就是正常這樣子 那 那我猜想 就是 反同人是講的不正常 可能是因為他覺得說 生物就是為了繁衍 什麼一男一女這一些 那 其實就是在生物界 也是有一些同性伴侶的意思 只是我現在 比較 這方面 因為我畢竟不是 我雖然是畫動物的人 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動物專家 我畫動物 整個動物不太一樣 那 但是我是很清楚 記得就是大學是 念過一篇文章 就是中央公園裡面的企鵝 就是中央公園裡面的企鵝 伴侶他們是兩隻公企鵝 然後他們是伴侶這樣子 那前陣子又有看到 一張照片就是 好像是兩頭公獅子 在發生性行為 然後旁邊的就是母獅子 在看他們 然後網友就說那母獅子一定是婦女 想著人家要出本的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 就是說 或許我們慢慢可以找到 因為應該是有一些人在研究 自然界面的動物啊 什麼 就是 並不是一公一母的 這樣子的一個 交配或什麼 才是所謂正常的 就是 或許我們在生物界 或是自然界面 也沒有可以發生這種問題 正常的一件事 出國一趟就讓大家感受了 就是 你的正常是六點晚吃晚飯 西班牙人的正常是幾點吃晚餐 好 九點吧 對 九點吃晚餐 波蘭人一天要吃午餐 你們是 我們那一天吃三餐 又有人一天吃兩餐 所以出國餐 然後有些人是 雖然說我可能有些人是晚上洗澡 大家在家裡覺得是正常 有些很多外國人 就是要早上洗澡 看到我說你晚上洗澡 睡前洗澡 怎麼會這樣好奇怪喔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正常跟不正常 有時候只是 你活在群體裡面是怎麼樣 你身邊的看到的意見 你有時候走出去 看到不同的東西 大概對正常跟不正常這件事情 其實慢慢的就會打破了 那我們接下來可能就是在QA時間 那我剛剛其實也覺得很特別喔 我們其實剛剛話要討論同事的事情 討論的艾滋病啊 然後伴侶啊 其實很多真的都要討論男同事的話題 人家說女同事裡面其實是 弱勢中的弱勢 同事中的弱勢 因為好像大家確實討論到同事的時候 就會專注在男性這樣子 男同事 那女同事反而在很多的活動上面 或是很多的頁面上 反而是沒有什麼壞種 沒有什麼看到什麼聲音的 那這個其實也是很特別的意思 這中間又有一層的性別的 的意味在裡面的 我們今天 剛剛我開場的時候有講到 說到 好好好啊 不要為難 我們今天在裡面我們來 我們今天說 我們叫大家點名四大戰神 這邊有兩位 然後今天來三位 你就四拳以防疫中 好待會預約再回來 那我們接下來時間 其實QA的時間 大家可以帶很多問題來 我們現場提問好不好 然後你可以指定說 特別想聽到誰來回應你 或者是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意見 好 基本上以我這個年齡 老實說 我到現在還搞不懂 什麼是同事的議題 剛剛我比較好奇的就是 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最難纏的這件事情 我聽到的是宗教 這個我很好奇 就是說 如果以你這樣子的 態勢來看的話 表示說 當你跟宗教在對手的時候 你是落者 他是強者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宗教的強是強在哪裡 他憑什麼讓你變成弱者 因為你拿他沒辦法 你不責啊 你慘啊 他慘住你之後 你沒辦法對應他 這件事我是比較好奇 那另外想請教一下 這個 我們主持人 因為 你是說 是有法律的 這個專業 到底 這個 ROC 這個體制裡面的法律 他站在一個統治者 在統治 就是 這個 在台灣的被他統治的人 訂立一個這樣子的婚姻條款 他的利得是什麼 這些被統治者 因為要取得 他原來規範的 這個婚姻關係 被解釋說 好像以後可以不需要 所謂的異性 也可以納入他 被他 取得利益的 一個 法律關係 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有這麼多 所謂的統治者 紛紛投入 讓他 這個統治者 得到利益呢 這個我實在 一直搞不清楚 請你 從法律的觀點 對一個統治者 第一個法 要剝奪 他 被他統治的人 剝奪了什麼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想要進去被他剝奪 這個我實在搞不懂 前面第一個問題 是 宗教 我解釋一下 我剛說 覺得他很難成 並不是因為覺得他很強 很大 所以他很難成 而是說 信仰宗教的人 因為這個 宗教對他有一點 非常重要 所以你很難 說服他 那到最後 可能就是變成說 大家機統壓強 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 這是我覺得他難纏的理由 而不是你不會說 我畏懼於宗教 或畏懼於他的什麼 而因為 或什麼之下 因為 因為 為什麼不能 勃倒他 勃倒他有沒有用啊 因為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辦法 那我不可能大於上帝嘛 我沒有辦法跟他證明說 我大於上帝啊 我講的話 比上帝講的話還要對 這對他來講 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 勃倒沒有辦法溝通 喔 喔 各位 我跟妳講 就是其實 能不能勃倒這一次 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所有理念最重要的 就是你願意啊 你要 你願意向妳 所謂勃倒就是 讓他順從 來同意跟你走回他 那這其實也是一種暴力 或是一種壓迫啊 不是啊 你要有一個 一個理由 讓他同意你的理念 所以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如果說 沒有辦法說服他 對不對 你只能夠期望 更多的人 來合入一個 所謂 要多數人 認同的 所謂公主 我的理解是 要多數人 能夠認同啊 那這些宗教的人 如果說他超過了 百分之五十的話 那你有點 是一個 這個 白糖一炒嗎 你本來 永遠是少數嘛 你沒有辦法 那一些本來 不能夠理解你的 你沒有辦法去說服他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讓他來支持你 不管什麼立場 都沒有辦法說服所有人 因為 一個溝通要能 這樣的立場變壞 雙方都需要付出誠意 那你知道公主是需要所謂的多數 謝謝你告訴我 我覺得在現在 如果 某些人沒有辦法被說服 那其他人 對其他人來說 最理想的做法就是 盡量動員那些有辦法被說服的人 以及 已經支持你立場的人 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動員大家 平權公投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民主社會 雖然是多數絕 但就像大哥說的 不是所有人 都有辦法被說服 你沒有辦法期待 任何一個政策 是百分之一百 甚至 被你說服的人 超過百分之五十 這樣子通過 好 我可以分享我一個觀察嗎 我來自中國 對 所以我自己參與 統治的活動也蠻多年的 我最近來台灣這幾個月 我發現其實 我很羨慕台灣的一些同仁夥伴 他們可以很熱血的去參與這些事情 因為至少 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可能 因為有反同幫助存在 然後 你跟他去鬥也好 或怎麼樣也好 我覺得是一件很熱血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 在我這個年紀 我也可以去跟別人去鬥 是一件 當然 這個鬥不是一個貶義的部分 我是覺得很熱血 但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在中國 在去參與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發現 其實中國沒有反同的團體 就是 因為在中國 宗教也是一個被打壓的團體 大家都是被打壓的 所以 他 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精力去管我們 甚至 他們 因為 共產黨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宗教 就是一個團體 所以 基督教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們有信仰 哇 他們信仰上帝 所以 有些時候 基督教給我們 就他們那些朋友 比我們還要慘 所以還要慘的時候 我們有些時候 會去給他們一些支持 就是有一些 我們有些 大家相互 就大家都是被打壓的嘛 大家就套團去取暖 所以他們 反而 像 比如說我們在成都的有一些 基督的團體的朋友 跟我們還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都非常支持 我們在做一些事情 大家支持 所以 但是我 剛剛不是想分享一個 我的觀察 就是 我很深刻在台灣的夥伴 我覺得 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有了反共共同的存在 然後因為有了這樣的一些 團體的存在 我覺得 其實更能去凝結 同志的朋友 去勇敢地去站出來 去做我們自己的這樣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事業 對 我覺得可能 像我們在中國 可能我們都找到對手 就是 所以同志沒有辦法去團結起來 所以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談中國的同志運動 其實就很難去談 因為我們沒有對手 我們對手 我們對手 是政府 我們對手 是那個很可怕的力量 對 所以 我們沒有辦法去團結在一起 因為被團結在一起的話 就是被人贏負國家政權 所以 我覺得 在台灣去參與到這樣的一個 運動也好 或者參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也好 我覺得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覺得 我很羨慕在台灣的夥伴 好 謝謝 好 旁邊就位 小姐 我想回應一下 朱老闆剛剛 有一句話打動了我 就是 雙方的誠意 我覺得 這個利基點很重要 而不是說 我要去反駁它 我要去挑戰它 因為 從民國九十年到現在 在我的經驗當中 以最近的一個例子 自己找上門來挑戰我的人 因為看了我臉書上的文字 他覺得 我怎麼都在做這種事情 OK 然後 通常我這個世代的 大家就不用去期待他們會支持婚平 那麼 我這個朋友也是 所以呢 他就不斷的質疑我 做這些事情 違反倫常 違反什麼 公立軍機師啊 老子莊子 什麼 歷史上的什麼 通通搬出來了 那 我還是以不變意外 變得就讓他 盡情的講完之後 就進入他的邏輯 進入他的話語 我就反問他說 你這麼喜歡歷史 那你知道我們那姓劉的皇帝 很有名的斷秀之辟 你覺得那是假的嗎 他說 噢 是嗎 他認為那個是真的 可是那是少數 所以也是不正常的 不應該被鼓勵 那我就在問他說 那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十字軍這件事情好了 你知道有一個說法 在那個時候其實 男性之間這樣子的親密關係 是被鼓勵 被支持的嗎 他猶豫了一下 就跟我說 他覺得如果是這樣 是很有可能的啦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那麼艱難啊 那我就慢慢陪他磨磨磨磨到後來 終於他有一些的東西 他自己最深層的擔心 他就願意講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我們對這樣子的世代的反同者 或者是基於宗教理由的反同者 可能我們自己要去做更多相關深入的功課 然後進入對方的語境當中 很誠意的去陪他一段時間 我們才有可能各個疾破 這是我要分享的 這是我要分享的 好的 謝謝 謝謝你非常 大家還有一個問題 想要幾次來討論的 或是也可以問兩位講者 您好 謝謝兩位 三位講者的分享 真的 對那 針對剛剛有提到 艾滋病的議題 那我覺得這個跟 紅紅是一樣的道理啦 因為他對艾滋病不了解 所以他會覺得說 艾滋病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但事實上 艾滋病已經不是絕症的 他可以靠藥物治療 那而且呢 如果把艾滋病病的話 其實對防疫是有 會有反效果 因為如果一個已經感染的人 他沒有去做篩檢 他還有可能會去感染其他人 那對於他自己的健康 也是不利的影響 因為他會延遲治療的 黃金石時間 那再來就是說 艾滋病跟什麼交集的都沒有關係 重點還是在於安全性行為 如果你沒有做安全性行為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有機會會得到艾滋病 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 對那而且最近 就之前政府有想說要推動 因為國外已經有一個預防性投藥 那他可以預防艾滋病 而且效果其實非常的好 那政府想推動的時候 那反動漢就說 政府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就是 推動什麼藥呢 是會助長艾滋病 那但是這完全是相反的 他們就是只要聽到艾滋病 他們就覺得非常的可怕 不管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都反對 對 所以我想這主要就是 重點應該還是在於說 艾滋不明化的這個問題 要先去解決 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這不是一個絕症 這不是 沒有那麼的可怕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真的很寶貴 就是大家其實身上其實也都有很多的經驗 然後有很多的知識 或許是大家不知道的 那來這邊其實除了講者之外 這樣的交流其實真的很好 好 剛剛後面是不是有人去想 嘿 我是想問說 因為我們知道在那個 去年的大法官四線之後 然後那個 反通 就是毛毛他們的策略變得更高明 他們知道說 接下來他們要怎麼去遊說 然後他們接下來把戰場轉到 學校的性貧教育 然後以家長的身份進去打正仗 那想請問就是 在座的三位 會怎麼去面對接下來 毛毛毛這場戰爭 請教員 請教員 我覺得 實務上 我們難以阻止 宗教或者保守勢力 進入校園 其實背後是有一些 一些結構性的背景 好像說 教職員工作時數已經很多了 那才我媽媽說 我早上幫你多顧一個小時好不好 老師累趴了當然說好 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 背後有很多結構性的東西需要先處理 但是像我們這次公投強調說 性別教育從法律層面 位階從行程秘密提升到法律的位階 來加強保障 同時也讓 性別教育法比較不容易再受到更動 或者受到學校的路視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這次努力重要的意義之一 畢竟剛剛大家提到的很多問題 現況看來 陷入膠著沒有共識 但是陷入膠著沒有共識 背後原因可能是因為恐懼 與恐懼背後則是知識的缺乏 所以最終最終其實是教育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守住 性別平等教育 以及性別教育這一塊 那接下來十年你可以想像 我們距離更自由多元的社會更在進一步 其實我今天真的只是打算來做主持 如果沒有準備好說 腦袋其實剛剛是 那我還是 我待會如果有時間我再來回應我的想法 那還是一些有沒有其他人 是剛剛那個老闆有說到說 希望陷入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 那其實自由多元的社會強調的就是一個包容的尊重 那從這個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 就是Sangel他其實有聽過 但他會遇到一個撂毀的情況就是 歧視的人也說 那我歧視同學啊 那你也應該要包容我啊 那我會想要問說 那像這樣子的 包容他能夠 就是在邏輯集合上 他能夠寒闊一個反同歧視的這樣子的言論嗎 就是當你遇到這樣子的言論的時候 要如何的反應 其實則會說 你要包容就要包容到底 我雖然歧視仇視同視 但是你要包容 我就是這種人 你不能剝奪我在社會上面發生的機會 這個在政治哲學上面很多討論 我在這邊講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優先包容誰 是包容那種他實現他的美好人生 在社會上面真正受到威脅的人 那一個人 一個人秉持你的價值觀 社會給你設了多少阻礙來實現美好人生 我相信你要算是算得出來的 比方說 在十年前 台灣的女性 如果她的美好人生 願景之一是要當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這個選項多小都不容易選 一直到現在都很不容易選 所以我覺得我們談社會的多元開放跟包容 那怎樣的人受到怎樣的待遇 算是社會對他不夠包容 必須要看他實現自己想要的美好人生 社會究竟給他多少機會 我相信這個要概算是 大概是可以比較的出來的 那現在 我要在網路上面發表仇事同志的言論 法律是哪有沒辦法的 對不對 其他人頂多 就在上面不能幫你推爆 對不對 或者說封縮你 就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要主張 你在網路上面有權發表仇事同志的言論 你好像不能說其他人 無權發表反對你的言論 我覺得至少以法律位階來看 在台灣 仇事同志 如果你的美好人生 要素之一包含的仇事同志 社會是給你很多機會的 今天做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 目前而言 是沒什麼好比的 好 好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你們先吧 我有機會讓給其他人好嗎 已經問過的 有 所以 還有其他的問題 好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現在的傳統觀念就是 同性戀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嗎 那這樣的傳統觀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的呢 因為我聽說在古希臘 就是柏拉圖房剛才說的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神聖的戀愛 他們認為這種戀愛方式是 沒有性戀只有一個精神上非常神聖的一種戀愛方式 那麼 我們 這個 這樣的歧視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 旁邊有一位 對 因為我不是讀哲學背景 那所以我們可以說 那個 有些原文啊 沒有中文翻譯 像是柏拉圖寫的那個Symposium 裡面就談到那個同性戀的愛 那當時的風氣其實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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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小學教育 就是 老人跟小孩子 要在一起 這是他們長大的那個 行為 那 那 那 有些男人 好朋友 那些 有性型的人 也是一個很高尚的事情 那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 我們所謂說的 現在的那個 同性戀文化 其實是 大概在200年前 才 才開始的 因為 在很 久的時間 其實婚姻只是一種 content 還是契約 那 大部分都是用來買過來 或搶過來的 那 不是 愛 不是愛情 那 所以 嗯 我們所謂說 因為愛而結婚 其實這是很現代的思想 不是說你沒有這種事情 不是說其實 你連對方是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因為那一年 你是不是買過來 或是你把它搶過來的 好 那 所以 我可以說 的確是在 無息下來 跟那個 那個 的確是 跟我們 完全相反的 對 那時候如果說 正常的話 他們正常的現象 其實就是 男生跟男生 那 女生方面 沒有什麼太多的記載 所以我就想 謝謝這個同學的補充 因為老實說 我對 古希拉狀況非常非常的不瞭解 但是 當然 我也對 社會從什麼時候開始 歧視同性戀 起源 我也非常不瞭解 不過 我想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古希拉它雖然是一個 超級歧視女性的社會 而且它是一個 序民的社會 古希拉的男人 之所以可以 聊哲水然後投票 是因為 努力把他們做到分的生產工作 所以 歷史上面 你不瞭解所有的社會 但沒有社會 是所有都好的 從這邊 我認為 我們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事情 是說 我們現在認為 習以為常的觀念 異性 男生應該跟女生在一起 是你的社會被怎麼決定的 你換一個時空 可能規則就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強調說 社會包容多遠的價值觀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是異性戀 在這個社會過得好 不是因為你是對的 是因為這個社會規則 剛好可以這樣過得好 如果你生活在其他社會 可能不一樣 所以 這是為什麼包容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 還有問題嗎 我也回應一下 剛剛 有位同說 朋友有問說 在這樣子 就認為說 反同的 視力現在這樣子 大家可以越來越高招式 然後你可以怎麼做 這些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都好期待 就是說 好像有一個 像英雄的人 或是有一個 絕對正確的方式 然後我們可以一直 走在一個 對的道路上 可是大部分的狀況 其實我們每個人 其實都在 這個道路中 摸索自己的樣子 那我剛剛一直 剛我的位置 一直看到這個 這一題目 說最難纏的反同理由是什麼 其實我一直想到 其實大家表面上 可以有很多理由 各式這樣的理由 可是 對於反同這件事情 我想 它理由的背後 其實常常是來自一種恐懼感 和不安定感 我所存在的 這樣子的樣子 如果改變了 我是不是會失去什麼 如果 別人 有沒有 我不同意的人 進來這個族群了 讓我的生活被混亂了 我的什麼東西 是會被剝奪的 我是不是就不再 現在 像這樣子的 所謂的乾淨 純潔 想有全然的權力 我會不會因此 受到侵害 那我覺得 這是很多 反同的人 不管它表面說出來 是什麼樣子的理由 它心裡面上 遠自於是一種 對於現在的狀況的一種恐懼 或是剛剛有一位 這個小姐有說 就是他這樣子的年代 他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是反同的時候 我好像說出來 我是不被認同的那一個 我反而是被排擠在外的那一個 或是我會被看不起 或覺得丟臉 很多的家長 關於小朋友是同事 大家會覺得是 你讓我覺得丟臉 你讓我覺得 在這個家庭關於我的距離中 蒙羞 那 那其實 對於蒙羞丟臉 或是不安全感 或是害怕被剝奪這件事情 從來都不是 一個統治的 這樣的議題 產生 那其實是各式各樣子 社會的議題 我們存在的社會 我們很多的勞工 出在一個低薪 然後為了工作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精力去生存 然後 每天處在一個很疲憊 然後很不安定 然後 感覺自我沒有什麼價值 的狀態之下 其實 你對於改變 這是你的忍受底路 就會越來越低 那這是整個社會造成的 我剛剛有回憶這位先生 他說 對於統治者得到什麼樣的利益 其實統治者如果放任所有的社會問題 讓大家處在持續的處在一個不安全感跟無力感的狀況之下 然後針對一兩個小小議題 自相殘殺 而大家沒有精力去意識到我們社會上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應該要做出什麼改變 那統治者的無能堅信就被轉移目標 而且被合力化了 就如同這個東西 我覺得 政府如果是做事大家 炒成一團 然後無所作為 然後大家的焦點有點不在很多政策上很重要錯誤 或者是應該要做的事情之上 那統治者他的利益就在這邊達到 那同樣回到剛剛的問題 我認為很多的反抗力量是不安全感 那我今天想要推重的價值 我想說的就是讓自己能夠穩定 而強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會在網上評價 但是因為兩邊都很脆弱 兩邊都很不安 很容易因為對方的任何一句話 你就憤怒到不行 這個憤怒常常是痛到不行 你戳中我什麼點 我好痛 然後我憤怒我好像要反擊 可是或許 當我們對自己的價值感 我們更認定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我對我自己是強大 我是穩定的時候 別人的攻擊或是不理性的言論對我們來說 或許我就可以先冷靜起來穩定自己 我不用隨著他起伍 我不用說別人說什麼 就說你也這樣 然後大家就會很容易化為情緒上的謾罵 或許我清楚我告訴自己 你罵我這樣 但是我不是的 我還是很有價值的 而且我所相信都是有價值的 然後穩定下來才會到朱老闆剛剛說了 你去 你穩定下來不跟著對方起伍 然後你反而去告訴他一些資訊 正確的資訊 或是很深層的問他 那你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在反對他以前先問他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他可能往下一層一層的問 其實你最終還是碰到他的不安全感 或是他的不知道或他的恐懼 那或許大家才可以開啟一個真正有效的對話跟溝通 那麼一個人同時要說服一百個人其實是有困難的 但是你有這個機會跟你不同的聲音溝通的時候 或許從表面的很多的互相攻擊跟指責開始跳出來 先讓自己平穩 然後去回應他身 去看見他深層的擔憂是什麼 他的他真正 他表面說出來的反對理由後面又是什麼東西 去回應他真正的需求 或他真正的不安 那可能會是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常常大家會覺得很疲憊 就是說我好像努力了很久 可是身邊還是有這麼多人不支持 或是還是有這麼多反對的力量 就我會覺得好不安 或是會覺得自己好無力 那其實也真的是這樣子穩定下來 知道說這是一場很長的戰役 永遠都不可能順利所人 可是我今天在這裡 我可以我為了我相信的價值 那我可以做點什麼 我就多著去試多一點點什麼 比如說我平常上班真的好累 我沒有辦法每天在這邊出去發傳單 然後做好多人 那我就我也不要強迫自己 這是我現在的能量可以做的事情 那或許我可以多做一點什麼 那個多一點點就是來聽一場講座 我今天上網我寫文章 我已經腦袋面空白下來工作 十個小時不知道該做的事情 我轉發一篇文章 那就是多一點 那個人可能其實都可以在現在狀況之下 你只要多一點點也不要多好多會累死自己 也不要期待自己每天都有無從能量 就接受自己的狀態 然後堅定自己 不要那麼容易被打倒 不要那麼容易被擊潰或是感到憤怒 穩定的狀況之下 多做一點多做一點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 那每一個人的力量其實很少 加起來就會是很大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很務實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相信這個價值你想做一點什麼 那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先按自己是強大的 是穩定的 試著去做做一點什麼 是我自己對於剛剛這位還有統治者 那其實對於統治者也是這樣子 你持續的有動力 統治者終究是不能冷眼旁觀 他總是會有做出一些改變 要逼著政府跟統治者要去回應你 謝謝 謝謝 歡迎提前公投 目前宣傳集資計畫剩下六天 我們還差一百萬 QR Code在旁邊的廠商 善加利用 那時間其實也差不多了 我們有空間允許最後一位可能問問題 或是留言嗎 還是這場地 OK 好 來 因為我想要就是回應一下剛剛那位大哥的問題 因為我通常都只會在網路上看到人家講說 就是如果我們去支持一些進步價值 像是同婚這樣的價值 那不是對ROC政府好嗎 就ROC就是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做 對這個所謂的殖民政府有利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在主張建國 然後我們在主張同婚的時候 建國是人權 那同婚也是人權 那這個人權進步價值 就是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 就是平等的活在這個土地上 不管我們今天是在講 就是同婚 或者是在講建國這件事情 那這個進步價值 它有利的是對政府嗎 不是 它有利的是對於我們生活 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民 那如果你今天要建國的話 當今天越來越多的 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對於這一件事情 它擁有的是比較進步的觀念 比較進步的價值 那如果我們未來要就是 不管我們所謂的推翻現在的政府 還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建立一個新的政權 那勢必這一塊土地上的人民 它擁有的都是進步價值 那我們就會建立一個更好的國家 所以說就是 我在網路上長很多 第一次遇到有人 第一次在 哇 在現實中問這個問題 就會無比的興奮 對 謝謝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每個人都有好多想要討論 或很多的疑問 那也都歡迎大家可以在會後 大家隨時還有機會 網路上或是實體 大家現在就在旁邊 可能也可以互相討論 那這樣子的公投戰衣 其實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需要大家持續的往前進 那同時不要讓自己太累了 那有時候也 換起身邊大家的一些 這一些小小的動力 然後讓大家一起往前走 然後或許是現在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開心 大家可以來到 也謝謝兩位獎者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這邊 謝謝